在立缘对境当中 跟境界打结了 然后呢 会感觉到不舒服 然后深层反观自己的运行模式 然后这时候再去大自然 去大自然的时候呢 很容易 当下的时候 感受到大自然的广阔 大自然的爱 然后心里的就是那股情绪 就释放出来了 但是呢 老师我就是想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核心在这儿 就是我是在大自然当中了 感觉到很舒服了 我这个情绪是流过去了 但是我的那个运行模式 我要看到啊 我需要改啊 不是只感受到大自然了以后呢 我这个问题就 我这自我就淡化了呀 我就是想问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在交流也好 就包括我跟我先生就交流也好 就是哎 他就你活在当下 然后那个东西就流过去 可是你错误的模式怎么能流过去呢 你错误的模式你你不看到的 你下一次做事的时候 他还会还会出现呢 所以要有治标和治本两种方法 当一个人在立元对境的时候起了冲突 比如说在家庭中和家人起了冲突 起了冲突 依照以往的个性往往都是要吵得蛮严重 然后才 哎 好 停下来 现在学了道德经之后 现在不吵了 但是打冷战 生闷气 觉得这样也不对 好 那就到大自然里面去浸泡 让心情各方面好转 这也都是一种治疗的方式 解决的方式 总算比以前好多了 比以前好多了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根本解决啊 所以这时候有两种要解决的 第一个就是 我们静下来之后 或是在大自然 我们要不是光只是在那里浸泡啊 你还要进一步去体会 我们哪里违背了天地之道 我们哪里有错误的观念之见 要如此面对找出来 我们跟道的特征特性 差别多少 要去反观 要去找出来 你去体会 大自然的无征 大自然的心胸度量 不是光只是在那里浸泡啊 你要去体会 所以就是大家要学到道 体会道的特征特性 不然你跟一般喜欢大自然的人 到山中到森林中去度假 那有什么区别 还是一样啊 问题没有解决啊 所以学习道之后 你到大自然去浸泡 一方面自己先缓解 然后让心情逐渐好转 再来就是要去深入去体会 为什么会有这些冲突摩擦 那我们跟大自然所呈现的特征特性 有什么不一样 你要一对比 这个就好像伟大的善知识 找出伟大的善知识 然后来对比 我们跟他有什么不一样 那你才能够知道 我们错在哪里啊 知道错在哪里 问我们自己要不要改 不改 好不改 我就承担一切后果嘛 如果不想再这样冲突下去 不要再结恶缘 好 那就不要悲道而耻嘛 顺天之道而为 道法自然 回复我们的 纯真 清静的良心本性 这样不是会你好 我好 整个家庭都会更和谐 所以 不是光只是跑到大自然里面去透透气 心情比较平静之后是要去检讨去反观的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学习道德经的话 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对比怎么样去应用 你学到了之后 因为道德经 因为道德经告诉我们的是宇宙的法则 生命的实相 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我们的生命 每个人生命都是来自于大自然 如果我们所作所为 顺天之道而为 道法自然 顺天之道而为 合乎天地之道 那你运作起来 你一定是很幸福很快乐的 来 大家要体会这一点 痛苦 冲突 各种摩擦冲突痛苦 都来自于 我们 背道而驰 违背了 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好好体会这一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道德经 它能够协助你从根本来解决问题 它不是传授你一些术 怎么去对付 怎么去对峙 怎么去强化自我 不是那一套 这样知道吗